旺角西洋蔡南街一带 晚上再有大批市民聚集 他们不时高呼响应特首 我要救命的口号 晚上8点左右 是由街街口有人起控 大批记者上前采访 期间苹果日报摄影记者黄俊龙 被多名警员禁在地下 锁上手购 之后被带走 带到北角警署调查 现场警员说他涉嫌集警 根据片段 黄俊龙当时有带记者证 手持摄影机并没有反抗 和黄俊龙一起採访的 另一名苹果涉嫌林普益说 当时有警员说他抢枪 之后就见到同事黄俊龙被制伏 有个沙子就这样推我 推我推我 推了出他们有些警员的后面 然后我说 我说不要再推了我走 然后他就说 你出回我们封锁线好不好 我说行行行 然后我说你刚才点到我的枪 我说我没有 他说我怀疑你抢枪 就是他之前说了一句 我怀疑你抢枪 你碰到我的枪 我说我没有碰到你的枪 我双手持摄影机的 我没有碰到你的枪 没有碰到你的枪 然后有另外一个沙箭就走过来 就跟我说算了算了 那你们先封锁线吧 我继续就走后两步 再封锁线 另外我同事就在那个身后 已经被三个警员推了上前 然后我打算抓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抓他 问都没问完就另外已经有三四个警员 又是冲进去 一按就按了在地上 一传媒公会表示强烈谴责 认为警方严重打压新闻自由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黄俊龙 《六四万一》 有三五分钟在带来 《六四万一》 再度是冲进去 准备 本ства 三五分钟 这一碰到 都已经到关了 三五分钟 这一碰到 是